这个三交也是在我们其他五脏五辅之间 与现代解剖学到目前为止 还不能对应上的这么一个器官 你说心 我们从现代解剖学可以有心的解剖 心的解剖食指 大肠小肠膀胱 也都在解剖学当中 可以对应上一个器官 唯有这个三交和现代的解剖学 我们没有对应 所以对于三交究竟是什么 从古到今始终没有一个结论 也是始终在争论不休 那么大约对于三交是有这样几个认识 一个认为三交是有名无形 这个主要表现在 在难经二十五难 在难经当中他说 心主与三交为表里 具有名而无形 他这里提出一个心主的概念 我们前面讲过 还有一个器官叫什么 叫弹中 这个弹中呢 又叫心包 又叫呢 心主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中医的概念当中 这个弹中 这个心包 这个心主 和六府当中的这个三交呢 它有表里的关系 但都是有名无形的 就是目前呢 我们通过解剖 还找不到它一个实质的形态 但是它解释这个三交的交字 交就是热 就是热 所谓的交就是热 也就是说表明了三交这个器官 它是通过热 或者我们说呢 是热能来起到对全身的一个气化作用 所以有的说三交主什么 主气化 主气化 那么这气化的能量来源 就是来源于热 这个热呢 它认为 就用交字来表达了这种热 所谓三交啊 按照这种说法 就是三热 三个部分的热 那么这个热呢 它代表了人体整个的一个气化功能 这是一类说法 那么在《灵书经》当中 《黄帝内经》《灵书经》当中 它说呢 这个三交呢 是没有相应的脏为表里关系 它是个姑父 其他像肺和大肠 心和小肠 肾和膀 都有呢 互为表里的啊 这样的一种关系 唯有三交 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脏 所以它称呢 这个三交呢 是姑父 所以这个在《灵书》的本书篇当中 它说 它说三交者 和中毒之腹也 水稻出烟 数旁光 是姑之腹也 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么《灵经》认为是新主和三交互为表里 而《灵书经》的本书篇 它认为呢 三交没有和它对应表里的脏 它是姑父 那么后世一家呢 有人认为 这个三交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三交 就是人的整个体腔 当时称为就是腔子 就从我们咽喉以下 一直呢 到膀胱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这整个的体腔 就是三交 那么 这种说法 就有代表性的 就是张景月 在《灵经》 《藏相论》当中 他这么说 他说 然于十二藏之中 为三交独大 诸藏无于疲者 故名曰是姑父也 盖继藏腑之外 躯体之内 包罗诸藏 一腔之大福也 这也是一种说法 三交是什么 就是我们整个体腔 它包罗了五脏和六腑 包罗了五脏六腑 那么与这个类似的说法 是出在《灵书经》 它提出呢 所谓的三交 应该是我们体腔当中 上中下 这样三个部位的区分 所以在《灵书》的 明卫生会篇章中 他就说 那么上交呢 应该是位上口到腌部 这一部分呢 就属于叫上交 那么从位的上口到位的下口 也就是说我们 属于中间的这一部分 就是中交 那么下交呢 那就是中交之下 从小肠到大肠 这个部分 包括膀胱 这就是属于下交 也就是说 它按照区域来分 以中间 也就是说 我们位的上口和下口 这一部分为中交 中交之上是上交 中交之下呢 就是下交 所以我们重看中医的文献 中医的历史 它对三交的说法 也并没有统一 所以我们现在啊 这个对于研究中医藏象学说的 很多人 也在不断深入的研究 这个藏象当中 这个三交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那么争论的也很多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所以关于三交的形态 如果说 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我们呢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就是说究竟三交是什么 我们可以根据历代的文献 包括从皇帝内经开始 到后世 内经的注释家 中医的很多临床家 理论家通他们的注释当中 我们来可以呢进一步的探讨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问题 对于藏象学说本身来说 并不是重要 这因为呢 藏府的概念 与解剖学的藏器的概念 是不相同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了 中医所讲的心 和现代解剖学当中讲的心 它的概念绝不能等同 是吧 中医学当中所说的肾 和现代解剖学所说的肾 也不能等同 这个所以有时我们在临床啊 常常一摸脉 你说啊 一看蛇一看脉 说你肾有点虚 这个人就赶紧跑到医院 验肾功能 做壁钞 看个肾实质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肾功能 是吧 我们讲的肾的藏象 和现代解剖学讲的这个肾 它所指的概念 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呢 也没有必要在三胶 究竟是什么形态上 在做进一步的深究 你说三胶究竟长得什么样 甚至还有可笑 有人说 这个三胶是什么 就是我们体内的 我们属于我们说的那个板油那块 脂肪那块就是三胶 三胶 这个就说的呢 就有点不太靠谱 所以中医学当中啊 它把三胶单独列为一辅 并非呢 仅仅是根据解剖 那么更重要的 它是根据了生理 病理现象的联系 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功能系统 来建立的一个功能系统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在学中医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观念的转变 那么这个观念的转变 就要把我们从 我们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当中 来改变一下 认识到我们讲的脏象 它应该讲的 整个的是一个功能系统 那么五脏系统就包括了 心的功能系统 肺的功能系统 肝的功能系统 痞的功能系统 和肾的功能系统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如果说我们从功能上来理解的话 那么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呢 对三教的功能 它是这样说的 在《迎卫生会篇》当中 他说 《黄帝》曰善 就是听完了齐波 回答问题以后 黄帝说你说得好 说余文呢 上教如物 中教如欧 下教如毒 此之未也 此之未也 他就把三教的功能 用了物 欧和毒 来作为比拟和形容 怎么叫上教如物呢 他是讲这个上教的功能 是具有一个 宣发不散这样的功能 具有一个宣发不散的功能 他能够把脾胃 消化 腐熟 饮食物的 而吸收的这些个水谷精微 这些营养物质 通过上教的这种 不散功能 而散到全身当中去 上教啊 是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在灵书的 《绝七篇》当中 他说 他说上教开发 宣 五谷畏 熏腹 充身 则毛 若 误入之干 上教如物 怎么叫如物啊 上教呢 他有一个不散 宣发了这样的作用 他能够把水谷的精微之气 不散到全身去 他能够 新征我们的肌腹 充养我们的身体 运则呢 毛发 那么这种功能的实现 就像物的不散一样 不散到全身去 不散到全身去 那么中教呢 他说如 欧 这个欧啊 我们说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腐熟的概念 我们平常说 在农村呢 常有叫欧肥 这样我们把肥呢 堆起来 经过发酵 使它呢 转化 它形容中教的功能 就像 欧肥一样 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饮食物 在我们的胃 肠 他把它呢 腐熟 把它消化 来提取 它的营养物质 所以这样在这个灵书篇啊 他就说了 他说 中教 亦并未中 出上教之后 此所受弃者 密遭破 正经业 化其精微 上注于肺脉 乃化而为雪 以奉生身 莫贵于此 故独得 故独得 行于精髓 命约 营气 命约营气 也说 中教 它的作用 在这里讲 就是 有密遭破 征经业 化其精微 是这样的作用 那么这个作用 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欧 就是欧 它能够呢 把整个的饮食物 消化 吸收 是这样的作用 下教呢 他说如毒 毒是什么 毒 就是水沟 就是下水道 就是下水道 所以他讲下教如毒 就是讲 人的下教 它有什么呢 整个一个排泄 骚破的作用 排泄骚破 让无论是 排泄粪便 还是排泄尿液 它都要通过这个毒 这个下水道 来进行排泄 所以这样在灵书经上 他就说了 他说下教者 别回肠 住于膀胱 而渗入烟 故水谷者 肠病居于胃中 呈糟薄 而聚下于大肠 而呈下教 肾而聚下 即密别之 寻下教 而渗入 膀胱也 所以我们的糟薄 分成两路 水的糟薄 通过膀胱 排出底 以外 食物的糟薄呢 通过大肠 再排出 到体外 那也就是说 把大肠 和膀胱的 这些个排泄功能 我们通通称之为 毒 也就是下教的功能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这三教是什么呀 上教 乳物 是一个 不塞 营养 敬畏的作用 中教呢 哦 它是一个 俯熟 消化的作用 下教呢 就是一个 排泄 糟糕的作用 在我们 还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弄清 这个三教的 实质形态的 情况下 我们能够理解到 三教这样的 基本功能 就足够了 比如说上教呢 如物 中教 如欧 下教 如毒 它代表了 整个我们 对饮食物的 消化 吸收 不散 和对糟糕的 排泄 这样一整套的功能 而在我们中医学当中 就把这一整套的功能 又称之为什么呢 叫气化 叫气化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三教 气化 这是我们说的 三教 气化 也就是它的气化作用 就表现在 对饮食物的 消化吸收 不散 和对糟糕的 排泄 所以这点 大家记住了 上教 下教 中教 它基本的功能 我们记住了 很简单 三个字 一个是物 一个是欧 一个是毒 一个是毒 再说一个呢 就是比较特殊的脏器 叫胆 叫胆 那么在中医脏象学说当中呢 这个胆 它既属于六腑之一 又属于呢 齐横之腑之一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胆呢 它在形态上 它和其他的腹相类似 我们这个胆呢 是个囊状 我们现在仍然在称之为叫胆囊 但是胆当中所容的这些物 它和呢 我们的胃 小肠 大肠 肝光 不同 是吧 比如我们的胃 小肠 大肠 肝光 其中所容之物 都是我们 从外界 摄入到体内的饮食物 也就是都是我们吃进去 你喝的水 你吃的这些食物 它是呢 进入到这些个腐当中 来进行腐熟和消化 那么胆当中所藏的胆汁 它不是我们直接从外面摄入的 也就是说不是我们吃进去 而胆当中所藏的这个胆汁 它完全呢 是由我们体内脏腑来产生 所以有的一家说 说胆呢 它藏的 是精致 是干净的 不是灼的 所以它呢 又和其他的腐 有所不同 这样在分类上 就把它既分在了六腐当中 也把它画在了 齐横之腐当中 就是说它不同于一般的腐 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呢 倒好理解 那么难理解的呢 是在内经当中 六节藏相论最后一段 他说 凡十一藏 取决于胆 取决于胆 那么对内经的这段说法 历来的著家呢 也争论了很久 也做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但是到现在 我们呢 还没有搞清 这句话 它的实质在哪 在六节藏相论里说了 心呢 它是这个身之本 神之处 那么在经贵真言论里说呢 心呢 是君主之官 是皇帝 这就表明了 心脏在人体 所有丈夫当中 占据的地位 是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 但是呢 他又提了一个 十一藏取决于胆 要按照这种说法 那就似乎这个胆呢 比心 还重要 是吧 还重要 因为十一藏你 发挥功能 最终取决于谁啊 还取决于胆 胆在这里 起的作用 是最关键的 所以对于这句话 历代著家呢 也在纷纷地做出了解释 第一个呢 认为胆主决断 这就表明了 他十一藏呢 都要取决于胆 这个主要呢 像王斌 他在诸解 苏问六节藏相论的时候 他说 上从心脏 下之于胆 为十一页 然胆者 忠正刚断 无私偏 故十一藏 取决于胆也 取决于胆也 所以这段话的解释啊 他是从胆主决断来说 十一藏 他要发挥功能 发挥作用 都要呢 但是我总感觉 王斌的这段注释 说了半天 也等于没说 等于没说 他也没说清楚 为什么他要取决于胆 胆对其他的藏府 究竟怎样 起到他所谓的 这个决断作用 决断作用 他本身呢 他也没有阐释清楚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说法呢 这是离稿 在《脾胃论》当中 我们的离稿呢 是金元四大家之一 他最著名的著作 就是《脾胃论》 在这里面呢 他解释 就以胆 主春生之气 来作为解释 这个离稿啊 李东元他说 他说胆者 邵阳春生之气 春气生 则万化安 故胆气春生 则鱼藏从之 所以十一藏 取决于胆也 他认为胆 属邵 邵阳呢 代表了春气 那么春气 就是生发之气 那么这个春的生发 正常 那么各种后面的化物 才能够正常的发挥 我们常说一年之际 在于春 那春天要是开局很好 后面呢 就会都好 所以他说 胆气春生 则鱼藏从之 他从这个角度 来解释 十一藏 取决于胆 我们仔细地推敲 李东元的这段话 我感觉 说的 也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我们也很难理解 怎么他煮春气 就能够煮其他的葬 也没从呢 根本的机理上 来阐释清楚 为什么 十一藏 取决于胆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他说 是以胆气 能够煮正气 来抵御学气 来作为解释 这个呢 主要是在 程庆轩 他说 他说 容者 弃行则 确者 着流为机 经言 罪亦旁通 凡人之所谓者 皆是也 欲大风不畏 则不畏风伤 欲大寒 大热不畏 则不畏 寒热重 饱餐 非处于勉强 则必无流智之患 弃以胆壮 邪不可干 固约 十一藏 取决于胆也 他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十一藏取决于胆 也就是说呢 胆 他好像和人呢 他思维当中 能够在你思维当中 做出最终 决断 起的作用 他从这个角度来谈 他认为呢 你预示 能够果断 能够很快地做出决断 这样的人 就比较 勇敢 所以在灵书当中啊 有一篇 叫论容篇 就是为什么有人 很勇敢 有人呢 就很胆怯 那他论容 就认为什么会勇 他认为 凡是勇的人 他必定是一个 气学比较充实的人 而那些个 比较胆怯 比较怯的人 必定是一个 气学比较弱的人 比较弱的人 他说胆呢 他主决断 能够让人呢 很快地 在遇事 就能果断地去处事 这样就能够使人的 气呢 能够充实 能够运转得很快 所以正是他具备了 这种功能 那么十一藏要正确的 正常的来发挥自己的功能 这就离不开胆的 这种决断功能 这种决断功能 这是第三种说法 第四种说法 认为这个胆呢 他主办表办理 能够通达阴阳 所以啊 在张领月的《类经》当中说呀 他说 足少阳 为办表办理之经 一约中正之官 又约齐横之府 所以能通达阴阳 而十一藏 皆取决于此也 这个呢 他是从这个 经络学说 作为基础 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的三阳经外 足阳明呢 是从头部经过我们的胸腹 走人的前部 那么足太阳呢 是从头部走人的背部 而足少阳 而足少阳 胆经 是从人的侧部来通行的 所以按照阴阳学说 胸腹属阴 而背呢 属阳 那么侧呢 那就是半阴 半阳 半阴半阳 所以音为理 阳为表 半阴半阳 则为 少阳 则为少阳 为半表半理之间 这样的一个关系 正因为 他处在半表半理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他是表和理 这样运转的一个书拟 一个书机 所以人的阴阳 要能够达到平衡 要能够达到运转 这就离不开少阳的书机 离不开少阳的书机 所以他认为 胆 他的经脉 不在人体的半表半理 所以呢 他能够运转阴阳 所以他就 能够起到 十一藏 取决于胆的 这样的作用 这样的作用 这又是一种解释 这又是一种解释 第五种解释 有人认为 十一藏取决于胆 也就是十一藏呢 他取决断于胆 他与 林兰密典论所说的 胆者中正之官 决断出烟 他的意义相同 所以胆呢 他对藏府的决断作用 主要是针对神志活动而言 胆呢 是通过影响心神 而决断十一藏 这又是一种说法 这皇上啊 要下命令 是吧 这个命令能不能果断的执行 胆呢 来帮助他决断 是吧 因为胆呢 是中正之官 他能够帮助心脏 来果断的来下达命令 那么其他的藏府呢 也能果断的来执行 这个命令 所以他认为呢 这就是所谓的 十一藏 取决于胆 其他的说法 还有 但是我总体感觉 这些说法 无论他从哪个角度说 也没让我们对皇帝内经 这个凡十一藏 取决于胆 能够有一个比较更深的认识 更深的认识 或者呢 是更明了的认识 这个这些年来啊 我也始终是留意 有这些方面的论文 有些这方面的文章 也都在搜集 就试图能够找一个 能够使让我们 基本上明确 或者明了 他这句话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遗憾的是呢 到现在 我也没有找到一个 起码 他的说法能说服我的 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留待 以后我们再研究 中医学的时候 我们呢 来探讨一下 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说法 所以呢 也有人认为 这个凡十一藏 取决于胆 这是素问六节 藏相论当中的演文 就这次文字啊 可能是后人 在注解内经的时候 加了这么一段注 然后这段注呢 仅仅代表他个人的一个看法 而混进了正文 所以有人认为啊 这句话 他本来就不是皇帝内经的原文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他这么讲 也没有实实在在的根据 就是说你根据什么 说他是混进的正文呢 没有根据 也仅仅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假说 一种猜想 一种猜想 我们的这个呢 也只好存疑 也许 有一天 这个考古学家 挖哪个古墓 挖出一本来 唐朝的 皇帝内经素问 那也许呢 拿那个一对照 就真相打败了 这个因为啊 当初王冰在住素问的时候 他在序当中他说 凡是他改的 他注解的地方 他一律都用猪笔来做 也就是说 凡是我改的地方 我注解的地方 我都是用红笔写 那么当时的印刷技术呢 他没有办法 把这一部分区分出 红的还是黑的 就通通拿黑的印了 所以王冰的好多注文 也就随之而混进了正文 有人说 这是王冰的错误 我觉得这也不能说 是王冰的错误 而只能说 当时的印刷技术 他达不到在这块 他用猪色的 红色的给他注解出来 也许我们在考古学当中 找出一本 王冰当时注的这个猪笔的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所以这个问题呢 说了半天 我们大家存疑 当然呢 很多人呢 也试图用各种角度 来解释这个十一藏 取决于胆 我觉得呢 很多说法 在没有实验室的 可靠的实验数据前提下 还很难说服我们 但是这里头呢 我们也应该提出一个 就是说我们很 感到疑惑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胆这个服 他呢 就和人在处事 是不是果断 是不是毅然决然 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吧 就我们俗话 说这个人胆大 是吧 他就什么事都敢做 要说这个人胆小 他就什么事也 微缩不前 是吧 这个胆呢 从我们中国人 在多少年的积累当中 认为他和人的 这种决断 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中国人的这种认识 他究竟从何而来 就是他怎么来产生的 这种认识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依然是个谜 依然是个谜 这个大家可能读过 这个三国演义 这个三国演义呢 诸葛亮死了以后 都为拜托给谁了 拜托他晚年收的这个姜维 这个姜维呢 据说是胆子非常大 他呢 这个 和邓爱啊 隔江斗志 也占了很长时间 当然最后战败了 把他捉起来了 这个敌方就说了 这个姜维这个人 胆子太大了 咱们把他拉开看看 他这个胆究竟有多大 结果给他解剖了 把胆拿出来 说他提胆大如斗 老大个的了 所以这个人就胆大 当然呢 这里是演绎 是传说 但是中国人 他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 就始终把这个胆和人的 这种处世的果断 毅然决然联系起来 我觉得值得我们 再进一步的探索 再去研究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很多 古代流传在民间的东西 有时候值得我们深思 你说了 心 是吧 我们终于说了 主神志 主管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 现代解剖学呢 把它推翻了 推翻了 说呢 这个人的精神意识思维 在脑 不在心 是大脑的功能 可是在中国民间多少年来 你想事 他说 我心想 我心里怎么想 你心里怎么想 到我们现在的习惯语言 还没有说 我脑子里怎么想 你脑子里怎么想 是吧 那么研究思维的学问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心理学 我们还没改名 改成脑理学 你说心理学都懂 你要说脑理学 没人懂 那证明就把这种精神 意识思维 他通通的都归纳到心里面去了 归到心里面去了 那么在中国人 几千年来 在民间流传的 这些个比较已经是 到了民间通俗的认识 他究竟从何而来 这也是我们现在 仍然觉得是一个谜团 仍然是一个谜团 再来说点题外话 前几年吧 我看这个 讲的是世界奇闻异事 当然这个事是不是可靠的 我也不敢说 讲的是世界奇闻异事 说是某国 有个人 患了心了 心脏坏了吗 弄了一个死亡的人 年轻的 把他的心脏 给他移植了 做了心脏移植患了 患了以后的 这个人 他的行为 他的意识 和他具备原来那个心脏 的那个人 做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改变非常大 说他呢 研究他 换心以后的行为 有很多地方就和死去的 那人相似 当然我不知道 这段奇闻异事 是可靠的 还是在 语言节说的 但是如果说 这样的说法 他确实是可靠的 我们也有理由 相信 心脏 对于人的思维 也具有作用 从而言证了我们 中国 这不能说是中医 几千年来 我们把精神 意识思维 他的功能活动 认为由心所主 也找到了一点点 理论根据 当然这个问题 也只能存疑 也只能存疑 我们只有在 深入的去研究它 才能够觉得 这样的说法 是否正确 这和胆呢 是一样的 这里头呢 在六辅当中 我们着重的 就再说一下 三交和胆 三交和胆 那么在 藏相学说里面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藏服 与五官 七窍等的关联 这个我们在 中医学基础当中 在讲 藏相的时候 都罗列在里面去了 在五藏生成篇里面 他说 他说心之和脉也 其容色也 其主肾也 肺之和脾也 其容毛也 其主心也 肝之和脊也 其容爪也 其主肺也 脾之和肉也 其容唇也 其主肝也 肾之和骨也 其容法也 其主肺也 其容 那么这一段 内经的经文 讲的就是 藏服和五官 七窍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 心脏呢 主脉 它和人体的血脉 有着这种互为 关联的关系 那么脉是什么 在素问 脉要经微论里面说 负脉者 血之浮衍 那么在这里的脉 应该指的 就是我们的血管 是吧 是血液 通行的 这样的管道 那么血液通行的管道呢 是由心所主 那么心的功能 也就是心的光滑 我们说呢 是其滑在面 和人面部的气色 直接相关 如果心的功能正常 那么这个人呢 应该是 荣光焕发 荣光焕发 红光满面 是吧 面色呢 是一个红润 是一个有光泽的 是一个红润 有光泽的 黄历内经说 这类的人 面色赤 面色红 应该像什么呢 以搏裹猪 就像用一个白色的绸子 裹着猪沙的那种颜色 这种什么颜色 是一个白里头 透红的 这样的颜色 是白里透红的颜色 那么其主肾也 心属火 肾属水 水和火 是水克火的关系 所以心脏 要受肾的制约 肾的制约 那我们常常讲 那我们常常讲 叫心肾 相焦 那叫水火 济济 那 讲了这样的一个脏腿之间的关系 所以临床有些个像失眠 多虑 多梦 我们常常说 这些人 是心肾不交 心肾不交 那么就体现了他这种心和肾 是水火 相继 失调了 出现了这类的疾病 所以我们就要呢 来调解心肾 那么下面呢 就容易了肺呢 他主皮毛 主皮 他的光泽 他的容华 表现呢 在我们的体表的毛上 体表的毛上 所以有的人 这个毛呢 也很脆 是吧 有的人毛多一点 有的人毛少一点 这个往往和肺气 肺属金 心属火 这也是一个相克的关系 那是火 克金的关系 肝呢 主金 人的金呢 由肝所主 金呢 又是主管 人体 运动 是不是灵活 等等 所以金出了问题 往往是肝血不足 失于乳养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就是肝 主金的关系 其中找 这里的找指的 指找甲 就是我们的指甲 所以现在在很多地方 我们来观测指甲来看病 主要的呢 它反映了肝的气血胜率 那么如果说肝血充足 肝气呢 肝血充足 肝的比较健康 那么它的指甲 应该是 红润 光泽 不易折断 如果肝血出了问题 那么它的指甲呢 有的是干枯 苍白 甚至有的起皱褶 是干枯 是干枯 苍白 甚至呢 有的起皱褶 而且如果指甲长了 还容易折断 稍微一尝 一碰 折了 这往往是一个肝血不足的表现 是一个肝血不足的表现 那么肝属木 肺属金 这也是五行相克的关系 所以它说起煮肺 脾呢 煮肉 煮肌肉 那么人的肌肉是不是丰满 这和脾呢 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有的现在我们属于肌肉无力啊 肌肉不举啊 我们内脏 有些内脏下垂啊 等等这一类的疾病 往往是脾气虚 不能升举的关系 脾气虚不能升举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脾呢 旺则肌肉强 脾虚则肌肉衰 肌肉强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临床运用这个 有时候也是很有效 以前我就遇到一个病人 什么毛病呢 眼瞼下垂 垂到什么程度啊 垂到他不敢眨眼 一眨眼就得拿手 把眼 扒上去 自己在没有这种抬的功能 非常痛苦 天天瞪着眼不敢眨 偶尔眨一下 正不开了 还得拿手去掰 多方便去治疗 后来呢 这个 我也想啊 咱这个眼不有五轮说吗 这个眼 眼瞼属肉轮呢 脾主肉啊 那咱怎么办啊 健脾吧 补中益气 就普通的 让给他大量的补中 吃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他就 就好 是吧 这个理论的应用 就是应用到 这个脾 主肉 脾主肉 现在有些个属于肌肉萎缩的 属于这类的疾病 我们往往也从健脾 意气 从这个角度 那么 齐容呢 唇也 这个 有的说是 齐滑在唇四白 整个唇的周围 周边 所以 口唇 是否 滋润 有光泽 这和脾气的胜衰 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脾书土 干属木 这也是五行 相克的关系 肾的主骨 所以认为 人的肾 他所藏的经 来补充了人的骨髓 骨髓强 则骨壮 所以 一些个骨软 骨弱 的病人 我们常常 从肾出发 给他补肾 肾足 则骨强 那么肾呢 他的光滑 表现在头发 所以 这个头发 长得比较茂盛 有光泽 不易折断 这往往是肾气 比较充足的表现 相反 这个头发出现了分叉 头发干枯 头发容易折断 甚至脱发 这往往是肾虚的 这种表现 肾足水 皮足土 这也是五行相克的关系 那么他又讲了呢 脏腑和五味的关系 他说 所事故 多时贤 则卖凝色 而变色 多时苦 则皮稿 而毛拔 多时心 则荆棘 而找枯 多时酸 则肉 这个字读作 知 知咒 这个字在 计算机里 打不出来 一个肉月旁 旁边一个 这个厨字 实际上这个字 应该是咒文的 那个咒的 一体字 就是一个咒 那边一个皮字 咒文的咒的 一体字 而纯揭 多时肝 则骨痛 而法落 此五味之所伤也 故 心欲苦 肺欲心 肝欲酸 育肝 肾 肾 欲咸 此五味 之所合也 五味之所合也 他这里先讲了 过食五味 则会伤及五脏 咸的吃了太多了 因为心和脉 就会造成脉中的气血 凝色 凝制不行了 脉中的气血凝制不行 就会导致色变 这个色 主要的还是指气色 其容色也 指了面部的气色 也会出现改变 苦的吃多了 那么就会呢 出现皮肤枯搞 皮肤干枯 没有钢子 耳毛拔 皮上的体毛 也会脱落 会掉 甚至呢 容易蛇 出现这一类 这多吃苦 造成的 多食心 心味吃太多了 因为肝 主筋 就会造成了 筋脉 疾 就是疾疾 疾磊 常出现的 筋脉疾磊 我们俗称的 抽筋的 这类症 而找枯 指甲也会 干枯 没有光泽 不再润泽了 那么 多食酸 酸味吃太多了 肉脂 皱 脂 是老脚 皮肤上 磨的这个茧子 皱呢 我就甭解释了 出现皱褶 那么皮肤 就会出现 不润 像起了老脚那样 甚至发皱 发皱 猫的皮肤啊 就很粗糙 而唇阶 什么叫唇阶 阶 掉了 掉皮 是吧 就会出现 口唇脱皮的 这一类症候 口唇脱皮 这一类的症候 那么 甜味吃多了呢 则骨痛 而法落 就会出现 骨酸 骨痛 骨软 脱发 等这一类的症候 这是五味之所伤 为什么会这么伤 都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道理 所以心欲苦 那么多食苦 就助心活 助心活 就伤肺筋 肺筋一伤 则皮膏尔 是吧 就跟前面是呼应的 所以心欲苦 肺欲心 肝欲酸 皮欲肝 肾欲咸 持五味之所和也 那么这一段话 常常是作为我们中药学 四气五味理论的 和药物 归精理论的 一个指导 所以有些个药 我们准备 给它补肝 那么开了很多药 我们常常在中药里 要开一点引经药 要引那这个药力 要归到这个经脉当中去 我们要治肝病 常常加一点什么药啊 加点酸味的 引药乳肝精 如果治脾经的病呢 我们就加一点甜味的 引药乳脾经 这往往是作为我们 中药基本理论的 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最后呢 是宣明武器篇 他讲了 这个呢 我就不再展开说了 他说五脏所藏 心藏神 肺藏破 肝藏魂 脾藏意 肾藏志 是为五脏所藏 这个我在灵书的 本神篇的那段经文里 也讲了 什么叫神 什么叫破 什么叫魂 什么叫意 什么叫志 都说了 那么人的这些精神 意识思维 和五脏呢 都有着关系 为五脏所主 后面又讲了五脏所主 和前面 实际上是重复的 他说心主脉 肺主皮 肝主筋 皮主肉 肾诸骨 这是我们通常要知道的 最后呢 我们再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我们讲的五脏 第一个是心 心呢 为神之居 血之主 脉之松 在五行 赎火 他的生理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 主血脉 二 主神志 心开窍于舌 在体和脉 齐华在面 在之为喜 在业为汉 心与小肠相表力 这是我们现在 在中医学基础当中 所知道的 心的基本功能 也就是心的脏象 肺呢 说肺为破之处 气之主 在五行属筋 他的生理功能 一是主气 思呼吸 二是主宣发 速降 三是通调水道 四是朝百脉 主质节 腹心调节气血运行 肺上通 喉咙 在体和脾 齐华在毛 开窍于鼻 在智为忧 在业为替 肺 与大肠相表力 这是我们在中医学基础当中都讲的 我就不展开了 下面脾也是 他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后天之本 他藏意 在五行属土 他的生理功能 一是主运化 二是主生青 三是主同血 开窍于口 在体和肉 足四肢 齐华在唇 在智为丝 在业为咸 在与味相表力 肝呢 为魂之处 血之藏 是藏血之藏 金之宗 在五行属木 主生主动 他的生理功能 一是主书泻 这个字错了 这个字错了 应该是主 主书泻 主藏血 开窍于木 在体合金 齐华在掌 在智为怒 在业为泪 甘于胆 相表力 这是整个中医 藏相学的 基本内容 实际上呢 讲了半天 就这么多 把这些掌握下来 你也就把中医藏相学说 也就基本上掌握了 最后呢 再说一下 六腑 胆 它主要的生理功能 是储存和排泄胆汁 同时呢 有主决断的功能 胃呢 它能授纳 腐手水骨 胃 以降为和 小肠呢 它的生理功能 是主受成和化物 是密别清拙 这样的腐 所以说 小腐主液 和人体的 就是尿液的排泄 与小肠 也有关系 大肠呢 它主要的生理功能 是传化糟博 所以有的说呢 大肠主筋 这里筋和液 有区别 膀胱呢 它的生理功能 是储尿和排尿 依赖肾气的气化功能 来决定 人体水液代谢的 一个平衡 三胶的生理功能 是通行原体 总丝气机和气化 为水液运行的通路 也就是三胶的功能 就是主气化 这个气化就表现在 对饮食物的吸收消化 煮熟 宣发布散 和对糟糊的排泄 这一整个的功能 我们称之为叫三胶气化 称之为三胶气化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藏相学 就介绍这么多 我们的藏相学